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和 嘉和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Hello 歡迎來到嘉和 無論是申請OWP 或是申請PR 或是申請入讀學校、大專學院 或是申請某些公種 其實有時都會遇到一個 Language Certification 或是Language Exam 這個問題 有些人就不太清楚 有不同的exam種類 也不太清楚 僱主、大專學院 又或者移民、申請公簽 它需要的不同的requirements 就會搞亂了 所以這次的短片 也想在這方面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由一個人如何入加拿大開始的流程介紹 申請OWP technically 你是不需要考英文的 因為你只不過是在這裏做事 但是當你fulfill到 當地的requirements 例如你拿著一個OWP 然後進來 fulfill了你1560個 加拿大職業的公事 有了proof之後 你就會循序漸進 申請Stream BPR 申請成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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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要看你之前OWP的資格 例如你在BNO 或者香港特區護照 就要加上你之前做了 已經有的body check 還有你的police record 還有你要show到 你1560個公事在加拿大的 即是有了payroll deduction 有了file taxes 有了record of employment 有了pay stuff 那這些proof 一起遞上去的時候 你還要加上一件事 就是english exam 在這個stage 他只要make sure 你可以有足夠的語言能力 成為一個加拿大人 可以在這裡安穩地 繼續生活下去 所以他要你提供的 IELTS general level 5 exam 即是說 其實IELTS普遍有兩個 exam 一個是academic 專門入學用的 一個general 就是被僱主或者移民用的 IRCC是要求你 IELTS的英文水平要去到5 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基本上 你存在你那一年 在加拿大工作經驗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去考這個試 有時候你覺得考完 不夠高分 你就去考過 是淺 還有給多些時間 給多些機會 自己去練習 這個是一能 但是有些人 就不是拿工簽來 有些人是先入學 才可以拿PR 如果他入學的話 就要滿足學校的要求 有些大專學院 是要求你拿language exam scores 譬如說你的degree不是英文 或者不是英語國家 那裡得回來的degree 他就需要你提供考試的證明 他要考多少分 就是視乎那個學校 以及最主要是視乎那個program 有些program 譬如說傳理系 記者之類的東西 是需要那個英文的語言能力高一點 他就會需要你那個IELTS exam 是高一點的分數 有些可能是需要語言能力少一點 譬如數 Computer Science 有機會那個英文提供的分數 就沒有那麼高 可能由4.5到6到7都不等的 視乎你讀的學校 是屬的program 但是你考的都是IELTS 但是就不是general 是academic 是讀書那隻academic 就用來報學校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我 我是不是考了這一篇 用來報這個疑問 同時我拿回英文試來考 大學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行 或者我之前已經報大學了 那我可不可以拿回英文試來報PR 因為是兩個不同的市 那這個就是用來申請疑問 以及申請下公簽或者入學 但是其實你入籍 那時候有另外的事要考 基本上第一件事 你最考入籍試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去上入籍班 就是幾個星期 每個星期上一兩個小時這樣 其實加和都有提供這些入籍班 是免費的 另外你也都要考英文試 那時候也是要考IELTS的英文試 去提供分數 然後才可以qualify到入籍 那有些人就是會 比如說做政府工 那通常PR或者citizen 就比較容易找到這裡的政府工 那政府工 因為加拿大商語國家 英文和法文的關係 就是兩道的語文 都有不同的要求的 那不是所有政府工 對這個語文都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有些聯邦的工 特別有幾個levels 的中英文 sorry 法文和英文的試要考的 那其實本身就是 A是beginner B是moderate C是expert 那其實這些試 high proficiency 這些試我本人都考過 因為我做過市政府 做過省政府 也都考過聯邦政府的事 那其實你可以是英文考一段數 法文考一段數 那視乎你的工種需要的 那如果你是一份 譬如在當中的工 那需要英文多些 那它很少就會押你提供 英文的分數 它可能如果你要要求你做一些 相遇的工作 就是我有一個bilingual 的position 它就要你提供法文的分數 那你可以是 入職之前考 或者入職之後呢 想去拿這個bilingual position 在僱主的體制裏面 考一個法文的試 亦都在聯邦那裏 你也都不需要等到 你有份工給自己 你才要考的 隨時你可以在聯邦那裏 報這些試來考 那通常如果要做到 聯邦譬如傳理系 那你要在CCC level 就是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French都要在C Level 才可以去到聯邦和傳理系 有關的工種那裏 滿足這些要求 那希望以上的資料幫到大家 多謝